第二章 故道 罪人录 一 故道 我开始写作了 有了纸 有了笔 有了蓝墨水 我的写作被上面定名为罪人录 要求我把99区罪人的点点滴滴全都记下来 交上去 我渴望写出一部书 但不是罪人录那样的一部书 拿到孩子给我的占笔 墨水和稿纸那一刻 我的双手有些抖 我已经粘质半百了 除了写过五部长篇 二十几部中篇和上百个短篇小说外 还有几本散文集 我的小说被译为英语 俄语 德语 法语 意大利语和朝鲜语 越南语 根据我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家喻户晓》 获得了世界电影艺术奖 国家的上边出访到国外 曾多次让我在我最著名的小说上签上名 由他们作为国礼送给外国的领袖和总统 可就是这样一个我 因为单位分配下来的预新指标完不成 我组织全省的作家批评家开了一个民主讨论会 会议从早上八点时到五十一点还未完 要选出一个必须预新的反动人士 比国外选出一个总统还要难 这已经是连续三天开会选举了 作家和批评家们的厌烦 像因暴雨涨起来的水 第三天时间已经过了午饭一个多小时 人们鸡肠碌碌 唇舌干燥 最后都叫着我的名字说 你是权威 你说谁反动就谁反动吧 你说谁的名字我们都会举手赞成的 我当然不会随便说出一个作家批评家的名 我给美人发了一张纸 实行无记名投票选举制 让大家把他心目中反动权威的名字 写在那张白纸上 并且民主而又巧妙的说 大家如果害怕对笔记 你们可以用你的左手写 可以模仿别人的笔记写 可以不仅用左手 而且还闭着眼睛摸黑写 总之 用你认为别人认不出笔记的方法 把你心中的那个反动的名字 写在纸上交出来 所有的人 就都用最奇特的方法 在各自的那张纸上写了一个人的名 把那些纸和名字收起来 当然是谁的名字最多 谁就可以当选了 然而结果是 我的名字出现在了几乎所有的选票上 我被高票当选了 为此我给某位领袖写了一封信 把我的作品目录 艺术成就和对国家的忠诚 全都写在那封信上 最后希望京城的上面能干预此事 把我的名字从反动名单中剔出来 上面雷厉风行 很快给我回了一封信 你的文学成就甚高 正可以到御新区 为人民写出一部真正的革命文学作品来 我离开省会那一天 单位所有选我的同仁 全都来送我 大家共同对我说 你是唯一可以用你的荣誉成就名声 来抵抗改造的人 你去了我们都会善待你的家人 孩子和亲朋 二 故道 九十九区位于中原的黄河南 距那条母亲河还有四十几公里 在这四十几公里的开阔中 全部是黄河原来不断改道留下的沙滩地 因为千百年来黄河水灾泛滥 土质极差 多数农民早就迁徙他去 留下的沙地野草和漫无边际的荒芜 及少量的村落与人口 正是建立监狱流放犯人的好地方 这里的监狱从明朝直到新中国成立后 都兴旺发达 犯人俱增 最多是达到三万五千多各种死刑犯 劳改犯在这主要的劳动是加固黄河大堤后 把黄河固道下面的泥土挖出来 把上面的黄沙埋到泥土下 变沙地为良田 恢复沙地为耕地 当这万牧千顷的沙地变为良田后 旧国结束了 新中国成立了 这不再是死刑犯的监狱和执行地 而是劳改农场了 是那些有期徒刑在这劳动改造 重粮重棉的大农场 当共和国成立几年后 这就不再是劳改农场 而是了如农场一样的罪人御新区 御新区依据当年监狱的监设和分部 在无边无际的黄河固道上 设有总部和分区 总部在镇上 围着总部的各个分区和土地 有的上千亩 有的近万亩 共有多少必须御新的罪人和土地 其实没人真正弄得清 有人说这儿共有18700多个御新者 有人说共有23300多 在这大约2万的御赔罪人中 90%是教授 学者 教师 作家 和各行各业的读书人 还有那约略的10% 是国家的干部和高官 但就我们第99区说 共有127个人 95%都是读书人 99区的座 是距总部最远 最为边缘 最靠黄河按援的 因为最靠黄河按 就不用担心有人会逃走 往左往右 往前去 踏着野荒 走上10里20里 除了踏去的罪人们 你难以碰到别人和野处 终于又走了10里20里 荒野杂树过去 看见一片田土和庄稼 以为有人有村庄 你看到的却还是另外一个 预心区和种田除地的罪人群 他们和你是一样的罪人 需要预心者 预心的规定是一个罪人 举报另一个罪人 有逃逸之嫌 奖励他探亲休假一个月 抓住一个正在逃跑的 奖励你探亲休假三个月 抓住三个逃跑者 你就可以获释回到你原来的城市 和你的工作单位自由去 在这预心区 每个人都在等待着检举 另外一个人 等待着抓到一个逃者立功去 当然说逃跑可以向北走 越过黄河 跑到黄河以北的村庄里 然而那边的黄河 从甘肃流经陕西 到了河南中部后 雨季洪水滔天 泥沙混流 从来无人敢涉水走过去 到了冬季时 河面沿岸结冰 人可以涉冰步行 可在河间数十丈宽的河心里 却仍然是因为流济无冰 水寒彻谷 没有人有办法过了那河心 黄河 是御新区的一道天然屏障物 如同一道涉之必死的国经县 我们第99区 就在这人家河围中 有人逃跑过 可他被别的罪人又抓住 送江回来了 结果是他在这儿 罪家一等时 人家成了新人 回家探亲了 有人以为秋末初冬 黄河水小了 像涉水过去时 结果没走多远 就淹死在黄河里 死尸在下游二十几里 飘在沙滩上 也有人果就逃跑成功过 可他回到家 他的妻子女儿 因担惊或觉悟 又把他送回到了御新区 末了 他从御新区里 被押到一座监狱里 他的妻子回去 由普通教师升为校长了 由科长立功升至处长了 从此 就没人再想那逃逸的事 何况间 这儿的生活确实要比 监狱犯人的生活好得多 吃得饱 穿得暖 空气水水淋淋 新鲜的如六七月间 刚从树上摘下的桃或梨 更何况 许多人在这儿的日子就是冬晒太阳 下吹风 一年四季 只有农忙时候干活 农闲就和度假一模样 比如我 在这儿不仅可以散步 呼吸聊天 打牌和睡觉 同时我还可以写小说 倘若不是每个人都说 母产压根达不到六百斤 差不多每个人都还可以 看自己想要看的书 想自己愿想的心事 然而 大家都犯错罪了 大家犯的错罪 是都说母产达不到六百斤 这样 事情就不再一样了 生发了沙子变成石头 戏风转为暴雨的变化了 三 醉人路 有山节 十二月二十六日下午 我发现音乐下地时 口袋里装着一本茶花女 这是一本歌颂妓女的法国反动小说 音乐 不仅没有把这本小说自觉交上去 而且他竟敢把这本小说带到田地里 大家劳动休息时 他就躲开 再偷偷看这本反动的书 专心致志 眼含热泪 而且把目光盯在那浓妆艳抹的妓女 玛格丽特的插图上 几十秒钟都舍不得离开那插图 由此可见 音乐的思想是多么肮脏和腐朽 妓女玛格丽特 为了勾引男人 身上总是插着一朵红茶花 从而他身上总是散发着红茶花的香 而音乐的身上也总是散发着和茶花一样的雪花糕的味 玛格丽特头发总是卷曲散开形如瀑布般 可音乐的头发也每天散开在肩上 如瀑布一模一样 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我建议上面要特别注意音乐 这种腐朽的资产阶级表现和行为 上面要求我写一部罪人录 就是要我把他们看不到听不到的 99区的同仁的言行全部记下来 条件是我会很快成为新人回家去 我就把我的所见所闻写下来 有的片段留在我的抽屉里 有的片段交上去 交上去的是我在预心中的功绩和忠诚 留下的是我在成为新人后 要写的一部小说的素材和记录 我不知道哪个对我更重要 就像不知道一个作家的生命 和他的作品生命 哪个更重要要 横竖我可以写作了 可以在所有的罪人面前 在他们没有点滴笔墨时 一写一部革命小说的名誉 写那准备上交的罪人录 也可以在上面面前 一写罪人录的名誉 为我未来的那部小说 记录素材和思考 我是99区孩子最为信任的人 孩子信任我 就像信任他的眼耳和手指 播种开始了 没有人在说母产达不到600斤 没有人在张开读书人的臭嘴巴 说虚报浮夸 违背科学那样的屁话 大家说科学就是一泡屎 是屎踩着都嫌脏 最好把它埋在田地里 土地被分到了各牌间 人均7亩地 每个牌都有200多亩 粘土泥沙的混合地 小的地块有几亩 大的几十上百亩 地与地之间是那些 因为低洼藏水 而形成的水塘水洼 破湖和死荒成白 干涸坚硬的严检摊 土地就夹在这湖洼荒野里 十里二十里的没有一个人 为了抢中在一周间 把所有的土地都播种 九十九区的四个牌 以七人八人为一组 游娜会讲卖的扶着楼 其余的都拉着绳子 分在楼两侧 先前亩产200斤 每亩的种子是半袋 大约40斤 现在要亩产600斤 种子要稠密 每亩的种子是一袋 150斤 荒野的平原上到了这季节 炎热过去了 冷凉还未从秋中走出来 带着泥土和咸盐色简味道的风 从黄河那边朝向这边吹 人的头脸是凉快的 身子因为蒋脉拉绳 却是热得汗流浃背 像洗过澡没有擦 就把衣服穿在身上了 我们一排在驱南的吉里处 从一个方圆三里的茧蛙走过去 一片五十几亩的三角田地 铺在大地野荒上 地翻了 新土红黄灿烂 在那周围都是灰白的 岩沙剪草间 大家拨种拉绳 一步一步从田的这一头 走到那一头 再从那一头折回来 循环往复 无休无止 走着动着 却和没走没动样 如一群鸟飞着 却似凝在了无边无际的天空下 我是扶楼摇晃的讲播者 是那农民说的把声 那活并不比写一部小说呢 把一排四个的楼 刺扎入土地两寸深 让讲楼的圆杆 向上扬起三十度 借着人们拉楼的力气 把楼饼摇均匀 使麦粒沿着楼眼 流进四个入地的楼次里 楼过去 麦种就拨进土地了 我学了两个来回 就学会播种了 四个来回 就算把实了 看着面前拉绳的人 我就像看着墨道 被蒙着眼睛 拉墨的驴子了 赶驴的说 都累吗 他们说 对呀 五十斤种子能产两百斤 一百五十斤 不就可以母产六百斤了吗 赶驴的说 渴了就到田头喝些水 他们说 书都收走了 咱们每晚都打扑克吧 赶驴的说 孩子是好人 他没有把书都烧掉 他们说 听说了 听说前几天 那边 玉心区有个教授逃跑 被人抓回来 把裤子脱下 套在他头上 让他顶着自己的裤子 通过裤管 去天上数星星 从太阳正顶 播种 到日将西去时 人都累得 枯成软的布条 或是过冬的草 就兜歇息着 席地坐在田中央 把鞋子脱下来 倒着鞋里的土 就从那土中 到处钻进鞋里 被踩成泥浆的虫 去看别人肩上拉绳 磨出的雪泡和水泡 用荆棘尖 把那雪泡水泡挑开来 挤出血水来 让AA悠悠的叫声 轻轻轰轰响在天地间 那个主动争着去替孩子 找书的年轻人 原是某个大学实验室的实验员 他的导师被定为 预心对象后 导师说 我年纪大了 不能到那预心区 师生一场 你就替我吧 他就眼含热泪 去找了校上面 上面说你真的决定 要替导师吗 他点了一下头 说师生一场 父子一场 我没有别的办法 报答我的导师 然后他就到了 第九十九区里 到了我们一排里 休息时 实验到田边的 一丛荆树后边 撒尿去 那从荆树 离这边的田地远 他横走了一程 才到那荆丛旁 可他人一到那 就突然站住了 突然躲进了 另外一丛荆核间 突然又从那 跑回来气喘吁吁 在田地里跑着 像跃在田地间的一只鹿 他回来拉住我 就又朝八百米外的 那棚野精 跑过去 我说怎么了 他说 有好戏看了 且脸上的光亮 红彤彤 如那将要落去的 太阳的光 为了跑得快 他把脚上的鞋 脱下来 拿在手里如拿了两只传模型 因为跌倒 甩掉了一只去 他把另外一只 也索性扔在田地里 把自己如甩出去的鞋样 朝着前边冲 播种的人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就都跟着他跑去 追着他 像追着一个贼 就在那跑动中 年轻的石艳 突然立下脚 似乎猛的想起一桩事 盯着我问了一句 检举一次 试奖励回家一个月 我朝他点了一下头 有人逃走吗 他笑了 比逃走更严重 然后扭头对着大家声明说 哎 今天这事是我发现的 是我检举的 你们谁都不要和我争 宣布着 他做了一个下压的手势 让大家安静下来后 开始轻手轻脚 朝前走 已经是夏末初秋了 荒野的刺槐和榆树 以及围着刺槐野鱼生长的野荆棵 一棚一簇 在摊地如突兀间从地里吞冒出来的一团烟 本是黑乌色 可因了季节的蜕败和衰落 那乌吏旺密中 有荆叶开始落下来 荆棚密从 就比先前浅白清淡了 浓烈的玉野气味中 也有了秋天衰落的枯黄味 一人两人高的金棚 就如站在那儿围着挤着的一群开会人 大家就跟着石燕的脚步朝前走 他快大家快 他慢大家慢 待将到那棚精从前 石燕缓缓停下来 抬起脚 示意人群都如他一样 将鞋脱下来 大家就都脱了鞋 把鞋提在手里 跟着他 光脚朝那金丛靠过去 并进了 都有猫腰猫布的 绕着那几间房大的金丛 朝着金丛那边走过去 可是到那边 什么也没见到 只有金尖的野草 被人压倒了一大片 还有被拔下的野草扑在那儿 如床被人伸压过的硬痕和模样 其余就是那野草金颗间 留下的一股草心怪味 石燕就站在那不草面前 脸上是空荡荡的失落 和稠密旺貌的遗憾色 他拿脚朝那棚草上踢一脚 骂着说 TMD 所有的教授 讲师和别种别类的读书人 都跟着他骂道 TMD 也就都把目光朝着远处望过去 看见三排和二排的两张奖楼和两丛御心群 正在落日中拨着小麦粒 像两群来回走动的驴或牛 五 故道 石燕直到天黑 都心神不宁 为没有在那精从里抓到他该抓的通奸犯 懊恼厚在脸上 如一块橙砖 砌在半空里 后半上 他总是挥着脸 低着头 拉着蒋麦的绳子 一拱一拱 向前用力气 把麦楼拽得一抖一抖 要从田里跳起来 第二天 还在那田里播种时 他不时的要跑到那丛经里去撒尿 到了那精从前 又总是捏手捏脚 小心小胆的 朝着经的深处去 希望可以逮到他昨天看到的那一幕 然而他却总是称性的去 败性的回 有个中年教授问 你到底看到什么了 他不语 中年教授就急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不就是有人在那通奸吗 十眼瞪大眼睛道 这可是我最先发现的 你发现在哪 桌尖桌霜 检举证据你有吗 中年教授冷笑笑 你在那丛经里 发现有人通奸了 旁人也可以在别的精从 发现通奸呢 说着话 教授朝东边的精从走过去 磊落光明 大大方方 走几步 还有回头换 我要发现举报了 今年春节 我就可以回家过年了 人就忽然散开了 朝着四面八方的精从走过去 忽然都把播种的楼和种子麦袋留给我 谁也不再拉楼播种了 都朝着某个方向的精从挖地勾道里走 样子是解散去拉屎尿尿 其实都是去捉奸 希望自己去到那儿 正有一对欲心的男女脱了衣服 躺在草地上 或躲着人们在那野处搂抱着 这时候他就如期而至了 轰的站在那对男女前 嘴上惊异地唤着大叫着 天呀 我们是到这儿来改造的 你们竟还敢这样偷鸡摸狗 男盗女娼啊 然后就命令那一对男女穿好衣裳 跟着他走 他就把这对下的脸色苍白 浑身哆嗦的男女带去交给孩子了 他就在孩子面前立功了 春节前几日 他就可以获奖回家过年了 与自己妻儿团聚了 人就这样散开来 到这从境里走一走 到那处挖地转一转 再到其他三个牌播种的田里周围去寻找 一去大半天 到了日江正顶时 所有的人又陆续从四面八方走回来 彼此碰面后 谁也不问谁看见什么了 发现什么了 都是脸上挂着 失落地笑 一个教授问 拉完了 另一个教授笑一笑 我有些拉肚子 另外一个就对大伙说 今天喝多了水 怎么是想要尿 再开始不言不语拉着绳子拨麦种 就没有耍滑偷懒的 没有东张西望不使力气的 这样到了第六天 终于谁也没有找到那对通奸犯 然分给我们的那两百多亩 必须拨种小麦的田地 就是比别的牌快这一步 将要拨完了 快完了 人也都累得如瘫在地上的泥 回到区里就都倒在床上去 我也是这样 因为播种 要把那麦楼摇得颠档布纸 均晃均进 两条胳膊在我身上 麻木成两根不再属于我的柴棒 我拿手去我的胳膊肉上掐 如掐两段猪腿狗壁一样 没知觉 就是这时候 夜里 我睡到深处 如死了一般时 石燕把我摇醒后 爬在我耳朵上 急急切切说 快起来 我发现四排有五个女的 没有回去睡 我一震 从床上坐起来 借着从窗口透进的月光 踏上鞋 就把石燕拉到屋外面 站在门前的一棵树营里 听他说 他每次晚饭间 在所有的御心 都从田里回到食堂时 他就观察有哪个男的和女的 吃饭在一块 彼此亲热到超出常人的眼 他说他最少抓住了十对男女 每次吃饭 不是坐在一块 就是蹲在一块 还见到男的给女的加菜吃 女的把吃不完或舍不得的馒头 放到男的碗里去 说为了证实这十对最男罪女的关系 非比寻常的亲 他今晚匆匆丢下饭碗后 躲在女宿前边的一个墙角里 观察有哪个女的没有回宿舍 或回了宿舍又从宿舍出来了 共五个 石燕轻声对我说 现在已经半夜了 一共27个女罪人 却只有22个在屋里 夜已经深到如同枯井般 月光在头顶 两白两白 仿佛结在天空的冰 从房里传来累积的鼻酣声 泥泞泥黄 如雨天置在土道上的江 我就在那夜中盯着石燕的脸 像盯着一张因为没有画完而轮廓模糊的画 你怎么不到外面去抓呢 大半夜我一个人抓到他们 他们要硬说没有通奸是我陷害呢 你也去 你可做证人 我想想 那我们举报以后算谁的 我都想过了 他说到 抓住一队 算我两个的工 抓住两队各一半 抓住三队 我们的功劳四六开 你四成我六成 毕竟这事谁都没有我下的功夫大 他是公平的 我没有再犹豫 略一私存 就和他一道朝区院外边走去了 路过大门口 看见孩子睡的屋里灯光还亮着 屋里有木具拉洞那样的支拉声 似乎是孩子在屋里做什么 我们当然不会惊动他 我们点着脚尖 从他门口窗下出去了 在屋院的东边围墙下 我俩看到了窝在那儿的一对人 镊脚过去 把一柱灯光突然射出去 看到的却是我们排的另外一对男御心 野猫在那儿 去捉别人的肩 我们朝围墙后边走 又看到了墙下有人影在晃动 把灯光射过去 竟又看到了三排 有个男罪浮在草地上 问说干啥 达说听说屋里有奸情 希望自己捉到可以立个功 我们三个人一道 朝着前面一片树林走过去 人还未到树林片 有四柱灯光同时射过来 在那光里同时都说了一句话 怎么又是一对男罪呀 那一夜 到月落星稀时 人都有些冷 觉得天将亮了 应该回去了 大家都朝区里回 才发现出来桌间的男罪 共有六十几人 占九十九区一半还要多 最大的六十二岁 最小的二十几 排在一起 队伍长长 如一条游在夜夜的龙 一条游在夜夜的龙 一条游在夜夜的龙